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整个股市从今年的高位28,589点到现在为止 已经下调了差不多20多个%了 那变成来说一部分的资金金领的确是暂时是没有必要去稍微做好一点点自己的投资的组合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比如来说股市在相当好的时候 他们就会跟那个大市做一个比较也会跟同业做一个比较 可是现在股市下调了20多个%可能自己的投资也会不见了大概15到16个% 相比之下他的表现就比整个大市为好了 所以暂时他不会花太多的动作去稍微做好一点点还是怎么样 比较不许的话我想还是会等到明年月之后才能再看看 其实很多资金金领已经开始放假了 所以变成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回稳的那个买盘出现了 而沽轰的一方就把握这个机位稍微轻轻的往下压下去 很简单吧上个星期四跟星期五横子已经跌圈了10天跟50天线 这等于说整个市头已经变得比较差的了 还有上个星期五到行息指数是上升了369点 可是香港股市最终还是下跌而收市的到今天了 美股昨天晚上是下调了100多点 可是香港股市低开就是一个幅度 然后一点一点往下走 现在已经跌了400多点 这等于说这个月份要是没有什么利好的因素出现 而做成一个刺激的话 先高后低的走势好像是已经是摆在眼前的了 其实在十月份很快我们要到圣诞 很快也要到那个新年的大家 一般来说在这个十月份这个月中之前左右时候 其实整个股市的成交会进一步下降 而且那个细分也会比较偏淡的了 可能就是一些做淡的 刚好利用这个时间就稍微做多一点点多的动作 变成股市就出现一个明显的下降 的确是的 暂时痕迹也走在很多组平均移动线之下 等之之类的技术上的表现 还是属于不断的往下寻找低位的这个大家留意 我们也是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昨天的消息 那么国际油价也是原油期货价格是急跌于半成 那么当中纽约汽油收市是跌近七年的这样一个最低位 那么主要也是由于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 未能就减产是达成共识的 所以加上美元也是上升 那么令油价是继续的有一个下行的压力 所以郭老师你在油股方面你是怎么看的 一直是看淡的刚才你也提到两个理由 第一就是美金美元是偏强 一般来说美元偏强的油价跟金价都会受到一定的压力的 第二就是最终的是供求的问题了 其实来说现在玩球的需要是供过于求的 所以变成来说要是一天不能够在这方面取得一个平衡的话 我想暂时这个油价还是会不断的往下走 其实来说已经创了这七年以来一类的那个新的低价了 可是到目前为止产油国暂时来说还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协议 就是说这个产油的那个生产的数量 会不会大家减低一点点 其实没有的 大家都不愿意把那个生产的数目是减低 那变成来说那个供输过于求刚才也提到 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 美国以前是原油的进口的 现在它已经是原油的出口了 更重要的是 美国的页岩系的油 它是足够地球几百年用的 这等于说没有油方这个问题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三者石油股份我还是看得很大 尤其是海洋开采石油跟 岸上开采石油的八百山 中海洋石油跟八五七中石油 这两者是最受到一个冲击的 当然以下游的那个业务为主的中石化 本来是应该是稍微好一点点 可是内地的需求是放大 而且那个经济下行的势头也比较明显 所以变成在业务那方面 的确是暂时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冲击 整个板块暂时来说 还是不断往下寻找 往下是那个一年的低位的 那么看完了大戏向下板块向下 我们也是来看一下提振人心的一只股 两只股份的 那么也是来自高银系530的高银金融 和283的高银地产 那么这两只股份呢 今天真的是逆势暴升超过20% 那目前530的高银金融 是涨超过23个百分点 暴在14块7 那么高银地产呢 是涨超过23% 暴在7块4 所以郭老师目前对于这只股票 是想要高追或者是短潮的 这样一些投资者 你能给到他们一些什么样的 什么建议都不能给 第一就是像530 它从那个5块多到最高17块钱 其实在这个股市不断往下寻找低位当中 它是一直往下走的 从低位上来已经上升了三倍了 而且2.3高银地产 其实来说股价也上升了差不多50% 又是在低位算起来 可以这样说吧 市场有些传闻说 有一部分的对冲资金 是沽轰了这两只股票 所以变成来说就有一点点的 好像是有心人把那股价弄上去 当然了这个是市场的传闻 而最重要就是这两只股票 其实那个街外的流通的货 根本不算太多 所以变成来说股价 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的买盘出现的话 已经可以出现一个明显的上升了 说真的很多散户当然是希望是从上升中 是赚一点钱 可是由于像高银地产来说 它在天津有很多土地 也有很多的发展的 可是它在售楼那方面 销售那方面就很保守 可能是它房子盖得太漂亮了 它舍不得把它卖掉 变成来说它的PE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还有一支就是高银金融也是一样的 它的市盈率相对去年来说有八十几倍 很难想象 不过当然了流通不多 有什么办法呢 投资者最好还是观望就好了 因为你参与买卖的话 股价有时候是太一个投机性了 一旦出现一个突然之间的变化的话 来不及走的话 那亏损是很严重的 我也不敢推荐这两次股票给大家 就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看一下它的走势就算了 好的 感谢郭老师给我们做出的详尽分析了 希望郭老师的分析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郭老师 之前我们所涉及到的股份 您是有持有的吗 没有的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